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ESPN专家鲍博马克思接受了媒体采访 他谈到了开拓者在新赛季的前景 鲍博马克思丝毫没有吝啬对开拓者管理层的赞美 他认为波特兰开拓者目前持有的阵容 在西部来说绝对是有竞争力的 阵容仅次于洛杉矶湖人队 他给了开拓者在休赛期交易A家的评估 球队核心利拉德在经历了多年的挫败之后 终于迎来了开拓者这几年最强的阵容 下赛季他们一定会有所作为 下面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为什么说开拓者目前持有的阵容 在西部不次于任何竞争对手 首先开拓者在休赛期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留住球队的得分好手 卡梅隆安东尼 上赛季开拓者在风险上遭遇了巨大的伤病 而球队也在慌忙之下 签下了当时无球可打敌卡梅隆安东尼 希望他能解救开拓者在风险上的燃眉之急 签下卡梅隆隆安东尼后 他也不负众望 复赛以来 卡梅隆安东尼场均可以得到15.3分的数据 在一些比赛的最后时刻 安东尼甚至能够救球队于危难之际 19-20赛季结束之后 本以为安东尼会收到其他球队一份不错的合同 安东尼为了抱之欲之恩 他愿意以底星的方式 与波特兰开拓者进行续约 尽管安东尼如今已不再巅峰 但是他在进攻端的能力 依然是开拓者所需要的 开拓者的第二笔出色操作 就是留下了扣篮王琼斯 琼斯上赛季场均可以得到8.5 3.3个篮板 尽管看似琼斯的得分并不高 然而将时间转换为30分钟以上 小琼斯依然能够拿到场均十多分的数据 更何况他的工资也才不过两年1900万 劲爆的身体素质和弹跳力 让琼斯无论在进攻端还是在防守端 都能给予开拓者一定的帮助 开拓者的第三笔操作 是选择顺势牵下贾尔斯 虽然贾尔斯19-20赛季 在国王队场均不过6.9分 然而目前的贾尔斯也仅仅才22岁 他身上有着无限的潜力 牵下他有助于缓解开拓者 在轮休阶段的压力 开拓者的第四笔操作 是选择与胡德续约 19-20赛季的胡德场均可以得到11分 3.4个篮板作为一名射手胡德 不仅拥有极高的三分球命重力 还有不错的防守能力 18-19赛季开拓者能够打入西部决赛 胡德的作用功不可没 在关键时刻 胡德的突破得分给了我们非常深的印象 牵下胡德让开拓者的外线有了保证 开拓者的第五笔交易是牵下了坎特 尽管开拓者的内线已经有努尔基奇这样实力强劲的中锋 但是当努尔基奇下场休息之后 开拓者无论是在进攻还是在防守上都显得有些吃力 所以当他们牵下坎特之后 情况就会大为改观 坎特有着不错的自主进攻的能力和一手好的脚步 他在投射方面也有着很强的能力 在努尔基奇下场之后 坎特可以很好的缓解开拓者在进攻上的压力 开拓者第六笔出色的交易就是牵下柯温顿 这也是开拓者在休赛期进行的最重要的一笔操作 柯温顿是现役NBA球员中最顶级的三季球员之一 19-20赛季 柯温顿在火箭队场军能够得到11.6分 8.0个篮板三分球命中率高达39.2% 相信有了柯温顿的加入 开拓者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在防守端都如虎添翼 鲍博马克思给开拓者签下的这六名球员 取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四 000万俱乐部 坎特 卡梅隆 安东尼 贾尔斯 琼斯 胡德 卡文顿 六人的全部薪资 加起来才四 000万 再加上球队的核心球员 C.J.麦克勒姆 达米安利拉德 与努尔基奇 开拓者在纸面上的阵容 真的已经处于西部前列 在鲍博马克思的心中 新赛季开拓者的成绩 至少应该在西部前四 因为下赛季的赛程非常密集 球员需要在4-5个月之内 打完全部的72场比赛 所以非常依赖角色球员的发挥 我们看开拓者的阵容深度 他们无疑会成为下赛季西部的一匹黑马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